大家好,我是阿成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这款料理 是一款既好做又好吃的烤肉料理 生姜烧 这款料理既是日本家庭料理 又是食堂的必备一款定时料理 那么今天阿成就把这款料理的 最正宗最好吃的做法 传授给你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我们现在先准备肉片 4到5枚 一会我们在烤的时候 有筋的地方会收缩 所以我们现在用刀 把有筋的地方先扛开 然后装到盘子里面 撒一些胡椒精盐 腌制5分钟 接下来准备圆葱一个 切丝 圆葱的时候要切得稍微宽一些 下面我们来准备酱汁 生姜末两勺 蒜末一勺 米苓一勺 料理酒一勺 烹制两勺 拌匀 平底锅点火 倒入底油 准备淀粉 油烧热了以后 用肉炸好淀粉 下锅煎 火要改成小火 现在肉已经都下锅了 我们要煎到两面都金黄 那么现在另一面也已经煎好 我们吸取锅中多余的油分 我们把切好的圆葱下到里面 一起翻炒 分手变色了之后 我们把刚才调好的酱汁下到里面 继续翻炒 现在酱汁基本已经被瘦干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那么这款生姜烧的就做好了 来过日本的同学 有没有勾起你们的回忆呢 后边配上五岩六色的萨拉达 这边再配两块西红柿 怎么样看起来是不是很有食欲呢 怎么样今天这款生姜烧符不符合您的口味呢 那就马上做起来吧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啦